好 请各位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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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礼敬六祖慧能大师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他有前后连贯 也就是说今天要 要谈神会的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要先谈新的问题 因为把新的问题先谈了之后 接着来谈神会的东西 大家可以很直接把它联贯起来 不然各位 有一些的课本来都是禅修才谈 有时候上课跟财修谈的内容 有时候不太一样 那像我们 像我们这一班同学 我们这班都没有办过财修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这班都有办过财修 现在问题是办财修你们也不来 要要要 所以 所以你们不能怪我 办财修你们也不来 但是师父说的我们也要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 我们就在课堂上有一些财修的概念 还是要谈 还是要谈 各位因为修行 修行谈的是心内事 谈的是心内事 那作为我们一般都这么说 说修行是修心 其实一般都是这么说 其实真正心不用你修 其实真正修 精进来讲心不用你修 其实真正在修 他不是修心 他是修念 心不用你修 心不用你修 是修这个 是念的问题 是念的问题 有的同学假设很纳闷很怀疑 我就跟你讲 心是体 念是什么 念是用 所以体有没有问题 体本身没有问题 体本身没有问题 所以我一开宗明义要这样讲 就是要去接着讲课 这样整个顺序才能够讲下来 但这个概念很少人谈 这个概念很少人谈 对 我们当时讲说修行就是修心 但是真正的关键 真正的关键是在念 真正的关键是在念 我们别再讲下去 各位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也没干 他真正的核心到底是在哪里 那我们 那我们这里讲说 四种心病 这方便说 对 心没有病 是念出的问题 但是问题 假设没有这样写 大家不容易 不容易清楚 我只给你讲说 谈到心 心没有病 是你生起的妄念 对 因为你的妄念 而产生的妄想 而产生的执着 而产生的分别 而产生的对立 对 因为你的念头一起 就叫做云念什么 无名 就这样很清楚 所以你要先明白这个 这个观念性的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讲说 说一般修行有四种心病 意思就是说 有四种内在的状态 你自己的念头 不断的去干扰你 那到底沿得上 我们说哪四种呢 各位 你这些的概念 其实你都听过 但是问题是 你去解决了它吗 你也没有解决它吗 对不对 各位这四种状态 几乎大家现在 每一种状态都有还是没有 有 其实全部都有 各位 全部都有这些的状态 好 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一种心病 第一种心病 各位第一种心病 就是我们所讲的 散乱 那 诸位 今天假设没有散乱 其实你不用来修行 我们说错 没有 各位 散乱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 胡思什么 乱想 就是我们所讲的心言什么 义马 那诸位 那我们为什么会一直胡思乱想 会一直想 会一直想 没有学佛的人 胡思乱想 学佛的人 还是胡思乱想 初学者 胡思乱想 学很久的 还是什么 还是胡思乱想 在家也胡思乱想 我们出家 还是继续什么 保持胡思乱想 对不对 那到底在想什么 我告诉各位一个答案 不知道 要注意听 你不要说你知道 你知道你在想什么的 你举手 我马上 就要 就要证明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各位 我知道我在想什么 就不可以叫胡思乱想 对 我东想西想 南想北想 想过去 想未来 想想 现在 有没有 我在干嘛 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习惯性的胡思乱想 那个我们说 这个就是一种 业力 这种 这种过去业力的力量 一直在推动你 就一直推动你 所以主委 你虽然现在不能解决胡思乱想 但是你应该先肯定一个答案 就是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一定要写这个答案 为什么你要写这个答案 因为你才知道我们笨 知道吗 原来真的是我们是说这么愚昧 我自己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既然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为什么继续想 我也没办法我也停不下来啊 他还是会继续想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种心病 然后在修行的角度 常常是用指的方式 用指的方式 来对峙你自己的散乱 那各位那我现在讲指的方式 我现在不谈狭义的修行 各位想什么叫狭义的修行 狭义的修行就是说你把注意力自心理处 就是说你把你的注意力摆在一句佛号 或是摆在属席 或是摆在丹田 各位我现在讲的 我现在讲的不是要讲修行 各位我讲的是要讲顿悟的概念 我讲的顿悟的概念是什么 顿悟的概念就是说你去理解他 理解他 对 第一个理解就是我告诉你的 你不知道你在享受 所以你的这个想法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对 不但没有意义 而且还不但的去干扰你 他甚至去伤害能力 所以你这个想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现在讲的都是从波勒的角度 你要用你的智慧去观照他 你现在在干嘛 好那再来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会一直想因为你没有重点 各位你没有重点 你没有方向 你没有目标 对 那如果你的重点很清楚 各位你的重点假设很清楚的话 各位你不容易胡思乱想 各位我讲一段对话 一对男女的对话 你们听听看 有一对男女在谈恋爱 然后现在LINE不是很流行吗 对 那个男生早上一起来才六点多 然后就写LINE给他的女朋友 你知道怎么写吗 他这么写 我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你 好我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你 那诸位这样专不专情 这样他有没有重点 他重点很清楚嘛 他目标什么 很清楚嘛 对不对 各位 你难道睡觉的第一件事情 起来又想到猪吗 除非你养猪了 然后刚好是台风篇有没有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起来 你才会想到猪啊 哦 这个 这个男朋友 花这个LINE给他女朋友 那应该就是会觉得说 嗯应该 应该这样 这样我女朋友应该很高兴吧 结果经过一分钟之后 换他女朋友回他的LINE 你知道他回 你知道怎么回吗 那来新河他应该怎么回 我也一样 其实这样不稀奇啊 哦 对不对 哎 你就是这样做不到做到女朋友啦 哈哈哈哈 啊各位好 一般可能回答说我也一样 或是我也跟你一样 对不对 原来他女朋友不是这样回 他女朋友是这样回说 你早上 早上一起来就想到我 其实我还没起来 就开始想你了 哦 昨天晚上聊天 好 好 各位我讲这个 我只是透过 男女之间的感情来谈一件事情 对 他们的重点就是 就是对方 他们的重点就是谈恋爱 有没有很清楚 有 那各位 我们修行人有这么清楚吗 没有吧 啊各位 哦 对不对 说不定你看 今天就今天就有人 不要来上六组谈经啊 说不定他已经忘记了 没有 人家家女儿 都嫁你了 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讲他啊 我说有人 啊 今天没来的都嫁你了 没有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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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各位一样的概念 各位你今天在学火 你为什么还要烦恼 各位 胡思乱想的本身就是一种烦恼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重点 各位你的重点没有摆在哪里 比如说你的重点没有摆在华上 或是说你的重点并没有摆在华上 或是说你的重点并没有摆在华上 因为 因为 你还没办法体悟到法 他带给你什么好处 我很亲 我很真诚的跟各位建议 要以法什么 治愈 你只要能够这样的体悟到 那诸位 那你这辈子就不会对到了 放心 然后你要开悟很快了 你要开悟很快 好各位 现在有这种状态的人 我看看应该只有 对不对 川宏一个人 对不对 好 川宏我没有刻意赞美他 但是我还是要讲他 因为他这个愚 你还不太愉快 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是求法心切 但他是讲法心切 所以 所以就是说 这个有时候 就会没有办法到达平常心的状态 那诸位 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会继续一直在散乱 我的意思是 你没有摆在法上 那各位你没有摆在法上 各位摆在这个法上 不是说 你做早课做晚课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 你对佛法 你真的能够受益 然后你时时刻刻呢 你会思维华裔 对不对 甚至呢 你会看到法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法 你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法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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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看到今天各位 来 那我看到的诸法是因缘生 对不对 那你们下课之后呢 我看到的是诸法是因缘灭 但是从诸法因缘生当中 我悟到 生即无生 灭即无灭 所以从这里我悟到 对 色即空 空即生 各位 这样的法的味道 是你自己要去体悟的 那你先不要去管说 你所体悟的正不正确 不要不标准 你先不要这么谈 因为这里面有深跟什么 有浅 但是问题是你要受用 这叫做自受用 所以你自己学这个法 你才会快乐 你才会愉悦 你才会滑行 那诸位 这个他就有力量 各位他这个就有力量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重点 对 或是说你的重点摆在悟道 然后你时时刻刻 你时时刻刻只是提起这个概念 对 一直在观察 一直在思维 从思维当中去察觉 从察觉当中去体正 体正到他的真实性 对 所以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概念 不是叫你 刻意去修 然后让你的散乱止息 我不是这样讲 而是让你明白 我自己心 有没有 稳定下来 透过这个方式 让你的心稳定下来 再来第二 我们谈第二种 第二种观念 分层 各位没有错 如果 一般身体不好的人 很容易昏沉 各位 这个你要注意看到你的身 一般身体不好的 很容易昏沉 对 他只要把六祖弹经打开 一二三有多久了 看书昏沉 既然看书会昏沉 那不如去打坐 有没有 去打坐 坐上去 有没有 呼吸一下 又开始睡着了 啊 啊 这 这也昏沉 既然看书 也会打瞌睡 既然打坐 也会打瞌睡 那不如躺着睡 躺着睡 又爬起来 各位躺着睡 又睡不着 这真的很奇怪 这种状态 真的是很奇怪 各位 如果躺着睡 就睡得着 那不如你就躺着睡 反正天下本无事 庸人 是老师 你躺着睡就好 哈哈哈 啊 所以原则上 没有错 昏沉是跟你的身体有关系的 在密教里面 常讲 跟你的气脉 是有关系的 啊 在中国的道教来讲 就是你的任督二脉 其今八脉 没有什么 没有打通 没有打通 就说你这个人身体不好 啊 啊 所以呢 所以你容易昏沉 以修行的角度 昏沉是用官来对质 指官的官来对质 各位这个官啊 这个官有几个含义啊 各位容易昏沉的人 他要加强他的思维 各位你思维下去 你不能为昏沉 各位你思维下去 他不能为昏沉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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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正思维 你要好好的思维 你透过思维来对峙你的昏沉 对 所以透过思维当中 你才会产生正确的观察 正确的察觉 对 你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那所以呢 各位 善以思维的人 不容易昏沉 要记住我这句话 啊 各位 我是一个很善于什么 思维的人 我坦白说 我是一个很善于思维的人 但是善于思维的人 要注意一点 他容易造成散乱 这一点要注意啊 啊 这个修行的角度 真的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 所以你的思维就是要专注近自己思维 才不会造成散乱 啊 不然啊 不然 你起关太久 就一定容易散乱 这是一般人在修行的一个角度 这样 假设如果你有进入实修 你一定可以看到 这些的状态 他都一定会出现出给你看 很清楚 都让你看到 那我现在谈昏沉跟散乱 那原则上都跟一个概念有关系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有关系 各位 我这个再讲 从这三个概念来讲 再来第三种状态叫做无聊 一般禅修的角度是不会讲无聊 这两个字 我不盖你 一般禅修是不会讲无聊这个名称 但事实上 事实上每个人内在就是有无聊 有还是没有 有 也就是说你有意无意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 你动不动就会生起无聊这个概念 对 那这个概念 对 这个概念意思是说 当你不攀岩的时候 你就觉得无聊 但是你攀岩下去之后呢 你又觉得善罗 对 各位我不盖你 真的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 所以这种 所以这种 这种无聊的感觉 它到底是怎么生起 那就都代表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内在习惯性攀岩 我们内在不习惯 不攀岩 我们只要不攀岩的状态 它就产生一种 互作用 那个互作用就叫做无聊的状态 它就会浮上来 很奇怪 它自然就会浮上来 简单这么讲 你不习惯 各位你不习惯 那所以你要一一的去看到 这些心中的病态 对你心中的安定感 平静 还有对你的修行 是有很大的 就是长期的困扰 它长期一直困扰你 长期困扰你 那所以我说这三个 我刚才所讲的 散乱 昏沉 无聊 这三个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 为 发 什么 菩提心 注意哦 各位要注意这个概念哦 各位很多学佛的人哦 不发菩提心 我没有骗你 各位已发菩提心的举手 好 还没举手的是因为来不及举手我知道 很多人修行 他是为了赶上流行 修行是为了赶上流行 真的吗 真的 对不对 21世纪是心灵的世纪 没有谈到心灵 修行 佛学 禅 弱武了知道吗 所以跟得上流行 所以至少里面 家里面假设没有一些的佛书 至少也要一些心灵大师的课程 人才知道说我也是在疼 我也是去疼苦 我也是在研究 各位你 各位你真的不用笑 有的人真的是敢流行 就是跟着时代 时代演变 时代在走 好 那我们现在谈 各位那我们现在谈修行 但是有的人要修行 他是为他自己修行 各位 为你自己修行 没有错 但是不圆满 为你自己修行 你今天是为你自己来修行的 没有错 但是不圆满 释迦牟尼佛出家 不是为他自己出家 各位你要注意到这个概念 很多人是在因为逆境而出家 释迦牟尼佛是顺境什么 出家的 你要注意这个概念 这个很很重大的概念不太一样 所以 所以一个圆满的概念是 我出家不是为了我觉悟 我出家是为了什么 去利一切众生 所以我出家 我修行 我悟道 我承道 他一路都是为众生 这种叫做菩提心 菩提心他真正的内在讲的 就是这种概念 这种概念 那这位 一个人 一个人假设是真正有那样的心的人 我问你一个问题 第一他会散乱吗 不会 他方向应什么 很清楚 第二他还有时间打瞌睡吗 不会 不会吧 对不对 第三 对不对 精进修行会无聊吗 不会 对 那各位 这三项你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 没有 有时候会觉得无聊 那就是无法菩提心 所以各位我现在所讲的 请你去看到你的内心 我没有说你应该怎么做 我只负责帮你检测你的内心 因为是你的心在束缚你 当然由你的心自己解脱 只是这样子 你要去看到你内在有什么 你内在有什么样的束缚 然后这些人的束缚呢 不断呢 对他一直在束缚 所以 诸位 我跟你讲 很少 很少有人把他的这个答案讲出来 我坦白跟你讲 我坦白跟你讲 就是说他真正的关键 要到底回归于什么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一开始 就要教育发菩提心 为什么善采童子 对去参访 一定跟善知识报告 我引发恩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我已经花这个心 我所以代表我来向你 请话是真诚的 是诚恳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 这是关键 这个心 要提起来 简不简单 简不简单 简单也不简单 你现在怎么这么善解我意 为什么 你只善解我意到你半 你泡的茶越泡越低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喜欢喝高山茶吗 你越泡海拔越泡越低 因为我执行是道场 我也不会掩饰的告诉你 不是白开水吗 不是白开水啊 还听阿婆 我还在廟林坝 不知道这样说 超义的意思 高山茶没有了 我刚刚看到他训练 白开水没有了 是高山茶 是不是 好啦好啦那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所以诸位 像那天有个同学跟我讲说 我每次 每次我 我妈妈跟人家讲说 说他 他很孝顺他都觉得很丢脸 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很丢脸 因为我就根本不太孝顺 我妈妈就到处给他讲说 我很孝顺 对不对 因为我听的时候你的课 所以我的内在我很清楚 我不够孝顺 我说不错啦 反正 反正妈妈说你孝顺就好啦 但是我讲这句话也是真话 为什么 所有的报纸 所有的新闻 所有的新闻 谁要发生车祸 新闻记者都这样报道 有一个孝子今天被车子 有一个孝子今天怎么样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出去看到 那你知道意思了吧 我喝茶 你知道意思了吧 那从父母的角度一种形容 他只是一种形容 并不代表他真的是一个孝顺的人 坦白说 所以同学也跟我坦白说 哎呀师父我听你的课真的很常规 光是你叫我说真诚待人 我真的做不到 何况说花菩提心 花菩提心是要救人呢 你给他真诚待人呢 对不对 你真诚待我 我不用你救 你知道吗 你只要真诚待我 你都做不到 所以主委 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强迫你 修行啊各位修行你在那边干嘛 对不对 各位你是在那边练功夫吗 还是在那边自己从你的内心的世界 彻底的觉醒过来呢 但是大部分都是坐在那边练功夫 但是内在 内在还是隐附自己很多的缺失 覆盖自己内在很多的缺失在内心里面 但是坐在那边修行 所以主委你这样会开悟吗 对 对 所以我不太愿意从修行的形式来跟你谈 因为修行的形式太多了 然后几乎很多人也都会 但是我才给你讲说 那关键不在这里 各位 关键就是要坦白从宽 对谁坦白 你对你自己坦白嘛 你对你自己不坦白 你会开悟 那见鬼啦 真假的 怎么会开悟 那所以我心的病我知道 所以我应该 我应该怎么去去除我的心病 我讲的课就是要透过拨人 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真正解决你的问题 再来第四种心病叫做无忌 各位无忌呢 无忌有两种无忌 对无忌的状态是表 表面上 表面上好像心念没有什么活动 那是表面 各位那是表面 各位什么叫做空王无忌呢 空王无忌就是一个最大的陷阱 是什么陷阱呢 就是你修行 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修行 你修到一段的时间 你突然察觉到 你的心很平静 然后你的念头呢 起不起来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这个经验 当他突然有这样的经验产生之后呢 有的人会觉得他开悟了 有的人会以为他见到佛性 有的人会以为说 这就是菩提之性本来清净的状态 各位这是误会一场 各位这是误会一场 你这个真的是误会一场 天大的误会 那一种状态叫做空王无忌 禅宗讲一句话 禅宗讲一句话 10水1滩10水 冬禅宗讲一滩10水 食水 一灘食水 各位 一灘食水 会生蚊子 知道吗 接下来就不要到南部去旅游 知道吗 还好我们今天在北部上课 今天在台南 那我应该会停课 诶 它 食水就是它起不了作用嘛 各位 这个龙就是我们的佛性 就是我们的觉性 就是我们的般若 所以它生不起来 对 所以修行人最怕掉入这种境界状态 然后 然后喜欢这种境界 然后耽搁不浅 他就认为以为说 这叫做毕业了 认为这叫做所作什么 以判 你以后这种状态就应该划绊 知道吗 就要送你去划绊 所以诸位 喜欢修行的人 尤其喜欢打坐的人 不可以这种状态 所以诸位啊 有的人在打禅气 对 有时候连一炷香都坐不住 但是进入状况 有没有 你叫他起来 他都不肯什么 不肯起来 这样对不对 这样是不对的 你坐不住 那叫做厌 你不起来 那叫做贪 都不对 不对 不是这种状态 各位 我们应该不愿意不贪 所以当你自己在修行当中有在这种经验 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各位 你一定要去察觉 察觉之后 察觉之后马上升起观照 不然就马上起重 就是说 我不要一直活在这种状态 我不可以活在这种状态 不可以这个样子 但是对 但是对修了很久才有这种滋味的人 对不对 他说我已经修很久了 对不对 这种滋味 我也稍微尝试什么 尝试一段时间 就好像说我们常常做噩梦的人 忽然之间有一天做个好梦 有没有 对 宁可知道是梦 我也甘愿 梦到天亮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要突破 这种状态 各位 那第二种状态 现在就叫做独头无忌 各位独头就是他不用借出任何的因言 独头无忌就是做梦 在为师里面就叫独头意识 对 他 他自己做梦 但是各位 我们一般人做梦 那就代表说你还是凡夫 但是修心人 是容许你做梦的 但是你要在梦中用功 会吗 是容许你做梦的 然后你要在梦中用功 比如说你虽然有做梦 但是你梦境当中 都是在修行 这样是可以 好 那主委要做到这样简不简单 不简单 假设你没有平常心在法上梦中会这样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各位 那个就是因为你白天都是在法 你晚上在梦中 才会去梦到跟法 跟修行有关的梦境 对啊不然你是不会的 但是这样 但是这样还是还是叫做无忌 因为圣人无梦 所以你就你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就好 然后你自己怎么慢慢去突破 接着那就是你自己的功夫啦 那就是你自己的功夫啦 所以我们在上课之前先谈这一种 接下来才能够去谈到真正的心要 来 没有 师傅请不要一下 所以刚才师傅讲到无忌嘛 他这样一种 那像无头医师 他就只有佛才有什么 没有梦 只有佛才是彻底的梦 那实地不在还是有时候会有梦 对不对 只是他知道那个是梦 所以只有佛才是完全不白过这个梦 所以你要先知道这种状态 然后慢慢朝向 像那现在就是空梦 你记得我 是不是讲 像师傅讲到三星话要讲到三季段 对不对 那三季段也是类似空梦 因为如果说他在三季段的状态里面 他停留在梦 那个里面 他只是不起念 那还是空梦 所以三季段很简单 对不对 假设不能够去生起般若 不能生起悲心 那都不算 要以这个为基准 好不好 以这个为基准 好 那各位 好来你说 那你们刚刚提到说 修行的 你可以做梦中 在梦中修行 那怎样的状况 什么形成是在梦中修行 怎样的状况是在梦中修行 你需要问那么复杂吗 你现在在梦中都在干嘛 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你梦中都梦到你在上六鼠檀经 那就对了啦 他说梦到师父呢 蛤 对 没有你梦到 你梦到 我再跟你讲话也可以啦 对不对 但是你梦到 我在骂你就不太行啦 你怎么 你说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梦 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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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好梦 反正 现在也是梦中修行 对不对 我们当下 现在就是梦中修行 对啊 所以你是要 你是要看清楚 好了我们这一段先讲一下 来简翻盖六手檀经 第158页 第158页 那各位我们要讲神会这一段啊 讲神会这一段 小本的142页 四十二页啊 会后路今落 大红朝夕遁教 祝显宗祭行仪式 是显宗计划起来 显宗祭 各位这个会当然指的是指神会 那神会是一直待在呢 六主会等大师的身边 直到六主 延吉之后 好 几年之后 他才离开朝夕 他离开朝夕之后呢 对 路 就是进入 这个洛京 就是京都的洛亚 就是为了 要跟神秀的弟子 即便 有没有 到底什么才是残门的正宗 正宗 什么是残门的正宗 各位 刚刚这一段 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之前也讲过 所以 他大红朝夕遁教 各位要注意这几个字 就是 假设神会没有办法真正 对 继承六主的思想 或是悟到六主的精髓 他有办法大红朝夕遁教吗 其实没办法 这样对不对 各位你要注意这个概念 所以历史上对神会的评价 各有两面 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 其实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神会很清楚 六主大师的思想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 如果你读了谈经之后 假设能够去读读神会的语录 有没有 你可能对六主大师的概念 会更什么 会更清楚 有某部分 有某部分神会再加以什么 解释 他会再加以解释 但神会大师呢 他在93岁远几 算是相当长寿的 对 所以他才有一些 才有时间什么 大红朝夕遁教 如果说他自己的寿命太短 可能也没办法 对 像六主会只有七十几岁 所以他当时他就有做一个写中记 写中记文字呢 没有很长 各位文字没有很长 就像一篇文章几百个字 但是这篇写中记在当时就很有名 简单这么讲 既然是写中记 就是要把六主的精神 好得把它花扬光大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谈写中记 这个名字 各位 这个显 当然就是凸显 显示显现 这个中 各位这个中 我分两个角度来解释 我先 各位 我先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各位你们听我讲课 沿得上是看你自己怎么听 有的人 有的人他只是想听我讲的法译 但是有的人 他不但听我讲的法译 他还听我怎么讲 有没有 还听我怎么讲 这个就不太一样 有没有 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常常会讲说 从狭义的角度 广义的角度 有没有 来说 但是一般有时候会只讲一个角度 那各位 那我们先从广义的角度来讲 佛以心为中 这句话出自能切经 那所以 所以禅中 所以禅中又叫做佛心中 那佛以心为中 就是四尊讲法 佛以就是四尊讲法四十九年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心 所以 所以禅中坎为传一心 所以 所以显中记的这个中 讲的是 对 四尊整体的概念 他的中心思想 要讲的是以心为中 这是广义的角度来说 但是从狭义的角度 狭义的角度 神会就是要去凸显 六祖讲的中心思想 对 六祖讲说 无念为什么 为中 要注意 整本六祖谈经的中心思想 绕在哪里 两个字 无念 所以 所以 所以大陆的朋友 帮我翻文字稿 他们自己佛号也起得很好听 叫做无念哉 有没有 无念哉 所以代表他 他也听懂 各位无念哉 是他取的 这不是我取的 知道吗 所以 所以整本六祖谈经的中心思想 就是以 无念为中 无念为中 所以 他凸显六祖大师的思想 他用一篇短文 把它记录下来 这叫做险中计 这叫险中计 那各位 那现今的人讲险中计 多不多 很少 各位很少人讲险中计 蛮少的 因为大家可能会去讲 马祖大师的乙路 或是石头西迁 有没有 很少有人会去讲 讲神会的东西 不然就讲 永家正道歌 或是大株和尚的 顿路路道要门 各位这是禅中 比较常讲的 常讲 好 那各位 那我们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是要从险中计的四句话 他开宗明义的四句话 开始来切入 对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四句话呢 因为这四句话已经就是提纲了 这个纲领就讲完了 这个纲领讲完了 你大概就能够知道 对不对 整个六祖跟神秀他们所贯穿的思想 他们到底讲的 到底是在讲什么 好 那我们先下课十分钟 先下课十分钟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